大哥 大哥 大哥你手又整齁了 要先問一下 先問手 拿個麥喔 我麥 這手 因為早上到榮總做一個手術 因為去年 過年的時候 去年已經一年多了 我開冰箱的時候 冰箱的門跟牆把我手夾了 夾了我覺得小小事情 當時很痛 痛徹心扉 快昏倒那麼痛 然後就沒管他 過一陣子就 腫 然後痛 然後先去馬街 也不錯一個女醫師他給我打肋骨醇 打肋骨醇好一點 過一陣子打了幾次 後來我在附近的診所 醫生也是打肋骨醇 但是就反反覆覆 後來我問榮總 趕快來看啊 他說細胞病變就慘了 上禮拜五趕快去 他們照X光 所以裡面因為 撞傷了有囊腫 所以今天一大早八點半去榮總 把它開刀把它拿掉 麻藥打在外面裡面 打麻藥的時候很痛 打完以後手指麻了就 就沒感覺了 所以兩個禮拜以後拆線 所以為什麼包這麼大包呢 他說因為怕出血 怕會出血 所以這樣包著出血 外面就看不出來 兩天以後可以把這個包拿掉 換成比較小的包炸 然後開了四種藥 還包括抗生素 我這樣不想吃抗生素 但是都還沒吃啦 現在麻藥還沒退 退了以後大概會痛 大概就是這樣 那手術完了以後的 復發率還有五到十趴 不表示百分之百一定好 那打類固醇的復發率是六十到八十趴 因為呢他這個 傷到那個指甲的生長板 生長板受傷了 所以指甲長出來就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凹凸不平 所以他說 既然反覆的發炎 就乾脆一次手術 長痛不如短痛 大概是這樣 手術也很順利啦 好 好 還有什麼 我按那個抽屜 他一定跟他做飯 好 還有什麼 我按那個抽屜 他一定跟他做飯 我按那個抽屜 都說有什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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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風…